我?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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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各位 我的頭髮很亂 沒有乾泡泡 跟我說什麼 說傻咪 我現在可以當阿布耶 找我拍照,真假的 太開心了吧 好好笑的頭 太開心了吧 歡迎預言 今天不帶假髮,懶得帶人 放棄了 放棄了 可以給我看,好啊 沒有問題 那都不是事 沒問題,歡迎你 張泡泡 大家吃飽了嗎? 應該吃飽了 都已經幾點了 應該吃飽了吧 拍照是星期日 OKOK 剛睡醒 Sparky的作型 真的是很特別 畢竟要工作 睡吧 很特別 有兩邊還是一邊呢 晚餐吃了 晚餐吃了 牛奶鍋 張泡泡 好多多多 變回黑髮了 我很早就變回黑髮了 很早就變回黑髮了 我頭看起來好大 謝謝 謝謝 我現在就像帶了一個髮窟 張泡泡,你是我的髮窟嗎? 很顯然的 很顯然的,我的時差調得很好 因為我現在已經想睡覺了 厲害喔 而且我是 其實我們是回來的當天 我們是 其實是25號 早上 的飛機回來 然後我回來就先睡了一下 下午繼續去上班 對 時差調得挺好 所以我25號還沒出現 是因為我回家就睡著了 就是這麼一回事 已經回來了 已經回來了 什麼意思? 我要定居在那嗎? 也不是不行 也是不錯的選擇 打哈欠 打哈欠不是因為時差 我本來就會這樣子打哈欠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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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瀏海可以顧一下嗎? 哈囉 哈囉 不是啊 也不是啊 哈囉 你可以顧一下我的瀏海嗎? 哎呀 哎呀 真是 晚安 晚安 你在做什麼? 後面這隻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哈哈 兩隻小鳥 調了一周才回來 但我就算沒有時差也是 會繼續打哈欠 對 習慣安全帽髮型 對 對啦 哈囉草莓醬 草莓醬這麼想我 是這樣嗎? 看看那個小屁股 看看那個屁股在幹什麼 這個鴨屁股在幹什麼 鴨屁股你在吃什麼 看我懂嗎? 咳咳 這次去見到了 莫札特本人 貝多芬本人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 叫做 什麼 什麼史特勞斯 小約翰史特勞斯 還有 還有 西西公主 西西公主沒看到 倒是見到了蚊 這是 對 那幅畫本人 還看到了什麼 有人在咬我的頭髮 在這裡 咬我的頭髮 歷史都不好 介紹一下有什麼貢獻 你不認識貝多芬跟莫札特 你不認識他們兩個嗎? 認真嗎? 小約翰史特勞斯 就是做藍色多腦盒 的那一位 咳咳 可以不要咬我的頭髮嗎? 小約翰就不熟 沒關係我也是剛認識他 莫札特總知道吧 咳咳 帶了什麼紀念品 我又買了幾塊肥皂回來 就是我上次在捷克買的那個 那個肥皂 波丹尼肥皂 然後 我現在想要收集那個 冰箱貼 超廢的冰箱貼 沒錯就是冰箱貼 因為我有 對我還有 新 新加坡要分享 怎麼這麼多 怎麼這麼多東西 那你們等我一下 我去拿個東西 來看一下天花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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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 我還有送 送我的家人們禮物 但是我送的禮物都是很實用的 就譬如說 保養品之類的 對 然後呢 我現在來分享一下 我根本就沒有時間修我的照片 真是悲傷 誰趁我不在的時候發紅包 沒關係 我也沒有要搶 我就只是想要講一下而已 哈哈 好的 現在要來分享 我們的 我的戰利品 也不算戰利品 因為其實我沒有花到什麼錢 我們去 像我們去新加坡 都只有 都是在吃東西 應該吧 我們沒花什麼錢 然後一些門票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先分享新加坡好了 因為新加坡是先去的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買了很多 這個 就是 很可愛的 欸這也是很實用的 好不好 它是 它是開瓶器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我挑的 好看吧 是不是很好看 反正我覺得很好看 我還買了一個 這樣子的 類似有點像是 鈔票形狀 的那種 那種 也是 紀念的冰箱貼 然後那個我貼在我的辦公室 是吧很漂亮吧 有F1 對 但是買不起 然後這個是我媽跟我阿姨的 這是 18克 18克嗎 18克 星巴克 18克 對啦 反正就是蠻漂亮的 這是他們兩個的 假的 然後這個是 欸哪一個 這個是要給婆婆的 這樣子 也是獅子 我們該看的都看到了 因為呢我們走的是一個 採點的行程 是我安排的一個 就是 有一種到此一遊 的感覺 對 沒有什麼深入的交流 就是到此一遊 這樣子 比如說像 冰海灣花園 我們根本就懶得走到 花園裡面 所以呢 謝謝孝賢的戳戳妳 呃還有 伊迪的香檳 對 然後 我們就在 它有一個地鐵站嘛 出來之後我們就在那個地鐵站的 出口找到了一個 小小的池塘 有一些噴泉這樣子 對我們就坐在那邊 我们连进去都没进去 是的 虽然那是免费的 但是不足以支撑我们走路走到那边 而且我们就是全程都是走路 我们原本还很天真的想说 那我们来租他们的脚踏车 就我以为会像我们在台湾骑Ubike啊什么的 可是呢我发现 他们的路面规划跟法规 有点看不懂 就是好像骑在马路上一定得要戴安全帽 那我们哪里穿安全帽呢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骑了一小段 真的是一小段 一分钟车程都不到我们就放弃了 因为真的是很怕被罚 他们好像连穿越马路都会被罚吧 所以而且对对对 而且重点是他们是左驾 诶右驾 诶这样讲是什么 就反正他们是靠左边的 就更不一样了 就是会抓不好 所以就放弃了 对 然后这个就是 这是F1吗 这是给表弟的 车车 所以呢 很费的就是我甚至是买了七天无限启程的那个方案 我想说因为我们去三天 我们算是去 诶我们算是去几天 算是去三天 完整整三天没错 对 然后结果 我们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对 就是我的其中一个粘利品 就这样我们就只有 我们是买了这个吧 我新加坡还买了什么 肉骨茶 也是送朋友们的 送大家的 我还买了那个斑兰蛋糕 但我有点吃不懂它的味道 就是就是对 也不是说 哦很好吃特别好吃的那种反应 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对啊 斑兰蛋糕 这一个多少钱啊 8.9新币 请用当前汇率换帅 诶对耶 勇哥 到你的地盘了 忘记跟你打声招呼 对新加坡的特产 应该是肉骨茶吗 反正我是觉得蛮好吃的 肉骨茶是真的好吃 但是真的贵 吓死我了 然后还吃了什么 我们没有吃到辣椒蟹 那都是做功课看到说 哦辣椒蟹必吃 但是就是没有吃到 对牛车水有趣 我们去晃了一下 然后买了 吃了那个 红毛丹 红毛丹是怎样 吃了红毛丹 是这个名字吧 这样是可以 红毛丹 虽然那个好像也不算是 特有的 台湾片马来西亚派 哦真的吗 但是我觉得蛮好吃的啊 对反正新加坡就是 因为是跟我妈一起 然后 然后我们就都是走路走路走路 然后我们还去搭了那个鸭子船 然后还去环球影城玩 哦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做了那种 这样子的 你们懂吗 就是这样子的 那个云霄飞车 好好玩哦 我发现我胆子真的有比以前大 以前是吓都吓死了 但现在还是蛮好笑 我发现我坐云霄飞车的时候表情会 因为我很开心 我就会这样 但是就 就就就 就还是会有一点那种离心力嘛 就会有点可怕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这样 就不是那种 呀的那种 对就还蛮白痴 但是因为 因为我妈没有做 游乐设施 你知道我跟我妈做的游乐设施都是什么吗 都是那种超级慢的小车车 然后超级慢的那种宝宝玩的摩天轮 我们还玩了一个什么 还玩了一个很好笑的 我要分享 这个一定要分享 它里面有一个设施 就是 呃在讲述 他们拍摄电影的场景 跟 就是 他们的 算是怎么讲 就是那种场景工作室吧 然后它就是一个沉浸式体验 因为我看过 人家去体验 那个东西 然后 我记得 就有人说 哦那个窗户会被吹走 然后会喷火 这样子 然后呢 它就是一个 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有点像那种剧组的 的导演组站的地方 然后看荧幕啊什么的 前面都还好 前面就只是 应该他们的创办人还是导演之类的嘛 就是在讲话而已 然后我想说 嗯 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子 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下一个棚 我还想说 应该是走到那个里面吧 结果还真的是走到那个里面 但是因为我们 有一点比较反应太幸运的是 我们去的时候 那场快要开始了 我们就只 被安排在 第一排 是不是通常觉得 第一排还不错啊 体验感很好啊 就不会被人家挡住啊 大露特露 你知道我们 直接是坐在摇滚区 因为 他的那个设施 我不是说 窗户被吹走 会喷火吗 你光是感受到那个热能 热能 那个热的那个波 就哇 很有体验感哦 下一秒 真的很好笑 我们直接是 因为我就想说 感觉他会 他会有什么东西砸下来 然后水会溅起来 因为我有听过人家说 这个项目会湿 而且重点是我们一进去 没有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排数是 你如果比较早到的话 你就会被安排在第三排 应该啦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对 很幸运的位置 然后我就看到 我们一进去就看到 那个地板 这个是湿的 我想说 哦 他会喷水 这个我知道了 只是哪里喷呢 他上面掉了很多艘船 我想说啊 会不会是那个船 就会这样 砰 掉下来 然后我还在躲 那个船 我还在躲 再躲 下一秒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他们那种 上面有一个布景 一片布景 直接这样 就是他是 他是一个 一个 一片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这样子 砸下来 砸在那个水里面 那个水是直接 这样子 撒到我跟我妈的脸上 我们就是在 最精彩的区域 直接是在环球影城里面 变成落膛机 恭喜恭喜 我快笑死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那天 我特地 因为这次是出去玩 所以 是有打扮的 重点是那个水里面 他刚刚才喷完火 所以那个里面 不会有油吗 反正就是 对了 我尝到了 那个水的味道 就是 这样的那种感觉 妆是没错 我的妆还是蛮厉害的 毕竟 我平常就是一个流汗人嘛 所以 妆在 遇到水的这方面 是不太会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主要就是 对 有点狼狈 头发是真的 有点狼狈 是甜的 还是咸的 微微咸 我真的是 然后你知道最后怎么晾干的吗 我最后是带着我妈去做那个 应该 他们应该是什么 芝麻街的那个 也是很儿童吧 有点像迪士尼会有的那种 小小世界的 的那种 慢慢开的车 对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两个直接全尸 全尸 然后全尸之后还要跟 吉祥物拍照 我们那时候 我们还蛮幸运的 就是走到哪里都刚好有一个谁出来 刚好有一个谁出来 所以我们 我跟 我第一个拍的是格鲁 就是神头奶爸的奶爸 然后 第二个拍的是 史瑞克吧 我还有跟史瑞克自拍 第二个拍的好像是史瑞克 然后 第三个拍的是 Fiona 因为她刚好从城堡走出来 Fiona也很漂亮 然后 还有跟那个 马达加斯加 拍照 马达加斯加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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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湖吗 它是湖吗 它是什么啊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就是那个在森林里面的 那个 那个小小只像猴子一样的 那个国王 反正我有跟他拍照 然后 还有跟狮子拍照 哎 你咬到我了 张泡泡 你有毛病吧 你 你咬到我了 你在干什么啦 走开啦 等我一下哦 找一下 但我好狼狈哦 看一下 哪张照片可以先跟你们分享 对 然后我还有跟小小兵拍照照 因为上一次 国庆宇他送了我一个 那个 我最喜欢的鲍勃 他抱的那只熊 所以我是带那个包包去的 对 我还有跟那个 跟他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但我就很开心的 过去跟他拍照了 你们等我一下哦 找一下照片 我带妈咪去旅游 但是 我们有彼此cover一下 就是当地的钱是他花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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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我跟史瑞克的合照了 但还蛮好受的 你们可以不要在我的脖子上打架 然后一直咬到我吗 脏泡泡 Card 等我笑 後面回個訊息 等我回個訊息 為什麼我的臉看起來比史瑞克的還要大 他很會找角度耶 他都躲在我很後面 還有我看起來我的臉比他大 怎麼可以這樣呢 絕對是錯覺 該怎麼說 我的臉比他小很多 是真的啦 附上我跟史瑞克的合照 你看他很會躲耶 什麼叫把我當成同類 你要不要好好聊天啊 先偷偷公開一些照片 偷偷公開一下 嘿嘿 好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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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G 對 是這樣子的 等我發完你們再看 我還要跟他撞屁股 笑死 其實旁邊有媽咪 我都有拉著媽咪一起拍照 這是我坐的鴨子船 還故意穿得像 湯烙鴨一樣 我記得我有跟魚尾獅拍到照 想碰魚尾獅拍照 我也想去找琳娜貝爾 但是呢 因為想 我想要去那個 去 去什麼 去那個 去迪士尼的話 就想要找 就想要找那個 樂佩 熟 我還沒有 然後 為什麼我的照片找不到 在哪裡 所以呢 找樂佩就是要 要 要 預約那個 園區嘛 對 就還沒有約 為什麼只有這張 我剛剛不是有找到嗎 在哪裡 在哪裡咧 但我們有很成功的跟魚尾獅拍到照 因為呢 我們 我就說我們的行程就是一個到此一遊 所以 我們的船 就會經過魚尾獅了 我們就沒有再特地去找魚尾獅拍照 但我覺得那個船挺好的 雖然我其實 我原本呢 預約的是另外一間的船 他雖然只有英文導覽 但是 他比較便宜 所以我就約了那一間 結果咧 他給我在 我們正要上飛機前 突然發 E-mail跟我說 他們的船故障了 我真的是 酸Q味 所以我就沒有坐到那個船 我就立馬 下單了 另外一個 原本沒有買 但比較 就是比較貴的那一個 這麼倒楣 其實也還好啊 因為原本好像就是另外一家比較有名 而且我原本其實是想做貴的那一間 就是我現在做的這個 因為他的船體 真的是鴨子 就是我剛剛給你們看的這個 就真的是鴨子 但原本約的那個不是 好像不是鴨子 就是別的東西的樣子 So 也還行啦 但因為可以退廢啊 所以就還好 給你們看我跟魚尾獅的合照 跟魚尾獅 魚尾獅在哪裡 魚尾獅在這裡唷 在後面的唷 是的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叫鴨子船 因為他會在 他會在路上先開一段 然後衝進水裡面 所以就像鴨子一樣 水路兩漆 是這樣講嗎 才不是這樣子咧 還要放大 對啊 因為真的很遠 而且我們一直抓不好那個拍照的時間 什麼東西呀 然後會潛水嗎 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就會咕嚕咕嚕了好嗎 兩棲車 對的 是的 我買的另外一個紀念品是這個 放在我的辦公室 給你們分享 我遇到的噴火龍 你看 噴火龍 哈哈哈哈 三十年前了 好久喔 我跟小小兵拍照的時候 我的瀏海已經毀了 因為跟小小兵 小小兵拍照 是在被噴完水之後 但是我覺得小小兵有點辦得不好 因為小小兵的腿太長了 他的腿甚至 是 就是我可以猜測他裡面的人 腿有多長 你看看 你看這什麼 他哪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的 是有點不太長 對那隻就是我最喜歡的那隻 真是的 趁現在修個圖好了 迅速的 修個圖 我們還有坐那個懶車 我的大額頭沒救了啦 我們有做一個那種 在天空上面 很很很高 也沒有很高耶 其實我覺得 反正他就是一個 不是遊樂設施的東西 在講什麼 我的臉要多大 太大了吧 因為我的頭髮是整個被吹起來的 哈哈哈哈 清朝人 哈哈哈 笑死了 是 很枇材 有 我的瀏海到底像怎样 什么东西看什么 妈咪先回来你才回来 没有啊 这是什么 扑克牌 谢谢孝贤伸缩自在的爱 是海绵宝宝吗 伸缩自如 它是伸缩自如 不是伸缩自在 是一起回来的呀 生日会有什么好玩的吗 生日会一年只有一次公演 每个月都有 懂好玩的点了吗 有理解吗 理解 我的额头没救了 就这样吧 你看 我们有做一个 你看我是一个蛋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要批 批刘海 你们看到我发文的时候 有刘海 不要吓到我 我是一个蛋 笑死了 把他批刘海上去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好像差不多就这样 其他就还好 这张是目前最喜欢的 因为你被诈骗是什么意思 认真被诈骗了 太酷了吧 不行这样子 钱有拿回来吗 还有很多票 色孔 那我抽到你就把你换掉就好了 已经报警了 蛤 我一定是 为什么诈骗集团都知道我没有钱 他们就不会打电话给我 好困扰 好了 接下来 因为新加坡其实分享差不多了 新加坡的 所有的行程 都是提前 先安排好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路线 应该是没有 以那个大厦当背景 那个不是一个警察局吗 是吗 我好奇 新加坡在地人都去哪个地方 都去哪里玩呢 我们还吃了一个很好吃的拉萨面 我直接连吃了一整天 就是午餐也吃晚餐也吃 然后还吃了榴莲冰 吃到榴莲本人 但是为什么榴莲 有一个肉味 就是有一点那种 就是有一点那种 你们吃过台湾的喜饼吗 喜饼不是会有那种 一个大饼 中间有一层会包肉吗 就是那个肉味 我就有点 因为我记得之前吃榴莲冰的时候 榴莲冰棒 很好吃啊 没有那个肉味 但是这次吃到榴莲本人 它就有一个肉味 所以就还好 好吃是好吃 就是榴莲的味道 但那个肉味就有点小小的不行 没吃就会吐 真的假的 是哦 完全不敢吗 真的假的 大家都不敢 吃过也吃过 新加坡是 6月7号去了 6月7号去了 不要咬我的这个 走开啦 而且我们的行程很刺激哦 有好 欢迎回来 网路不小心跳掉不知道在干嘛 诶真的 我出国之后 我的网路也不好 然后Google Map也不灵 是怎么样 是什么意思 好 反正就是 我刚刚在讲什么 哦 做凌晨的搬机 所以我们是 7号的凌晨 1点半 的飞机 然后飞到那边 刚好开始玩 但也没有 因为我们有先去放行李 然后呢 那个 那个饭店人很好 他们就让我们直接先 先check in 就可以进房间了 因为通常不是都要到下午3点或4点 饭店才会可以开放进入嘛 但可能他们房间就整理好 反正他们就是 就让我们先进去 所以我们第一天的第一个行程 其实是去饭店睡觉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直到下午才出门 然后出门就去 就去拍了刚刚看的那个警察局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搭的是 都是搭电车 不是电车 地铁 对 所以就搭地铁 然后过去 然后呢 我觉得新加坡的地铁很 很 很 我看不懂 就是他们的设计是 像我们做的是 蓝线 蓝线就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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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形状 所以呢 那个形状 等于说你在交叉点的地方 比如说这样好了 这样子嘛 你要从这个交叉点 到这个交叉点 你一定要这样子 才能到这边 不然就是用走的 对 虽然也不会很久啦 但是就是 蛮特别的设计 就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再交叉一个点 对 然后呢 其他都还好 因为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我出国还蛮会 看地 看看那个路 才怪 我们一直做错方向 然后 不是做错方向 就是找不到方向 这样 对 要绕一圈 反正就是 就看那个地表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样 要买票啊 而且 我可以提问吗 勇哥 新加坡的地铁的计算方式是 不管你从哪里到这个站 都是这个钱 是不是 因为我们没有计算 我们没有计算 懂 那个是怎么计价的 然后我们也算过说 说就是 说就是 怎么讲 看 看要 买 月票 还是 这个站到这个站 那他是怎么算 我就没有看懂 然后反正我们算一算 就好像 其实我们去的那几天 也没有做到几次 因为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就是在圣桃沙上面 所以也没有花到什么钱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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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用单程的 不是 就没有看懂 那你们是怎么算的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懂 但反正就是 对 哈哈哈哈 买的是单程票 对对对 啊单程票是怎么买 可是我们 没有我们 我们买的是那个 交通卡 加上 电话卡 然后还喝了一杯免费的 Coconut Mr.Coconut 其实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这样子教大家 好像不行 请自己上网查公约 反正就是可以喝免费的 跟捷运单程差不多 好像不是 是吗 对对对你们 哎 为什么是应该 也有也有 我就是用像悠悠卡那样子的东西 可是 我就没有看懂 他到底是怎么计价的 如果说买单程的话 是怎么计价 是自由行啊 就我跟我妈而已 超级自由的自由行 甚至是不去了就不去了 的那种 因为我我其实很不喜欢跟团 我觉得跟团有个很大的困扰是 你不能很自由的决定 到底 要去哪里 不要去哪里 要停留多久 之类的 所以呢 但我也没有跟那个 那个福康宁 是叫这个名字吗 找不到 等我一下 看一下 对福康宁公园那个洞 哪里有纽约 我还没去过纽约 你是因为自由女神吗 我那个自由女神 只是想找一个这样的知识 但是我找不到这个知识 所以只有自由女神 是这样的知识 我就发了那个图 以站点计算 我有看到一个计价表 但我还是没看懂怎么付的 那不就是从 不管你从哪里到这个站 都是这个钱吗 随便啊 钱都花下去了 就只是好奇一下 我如果说我要再找一个理由 再去新加坡的话 一定会是吃那个拉撒面 那个拉撒面叫做 等一下我找 忘记 那个拉撒面叫做 什么呢 这里这里 它叫做 我看过 诶 怎么没有看到 热莎 热莎 热莎在哪里啊 诶 我是去哪里吃的 热莎呢 好像是 好像是 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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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街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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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 虽然它的图片看起来还好 但它真的很好吃 顺便去马来西亚 没有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 去这里就是这里 没有别的 嗯? 怎么找不到我啊 新加坡 热莎 推荐 我记得我是这样找的 这个这个这个是不是 这个 它叫做 珍宝拉莎 拉莎 拉莎 珍宝拉莎 它在 章仪机场里面也有一间 然后在 爱庸 烏街 也有一间 不是那个珍宝海鲜的珍宝 是珍宝拉莎 真的很好吃 它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啦 可能我没有吃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好吃的很好吃 但是我是觉得蛮合我们的胃口 第一好吃是拉莎 第二好吃是 肉骨茶 马来西亚的冰城 珍宝的话会贵食 对对对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没有吃到辣椒蟹 勇哥下次要带我去吃辣椒蟹吗 虽然我不吃辣 但我很想吃吃看那个 什么 不是有一个会加什么咸蛋黄 之类的 咸蛋黄之类的 反正就很好吃啦 对 我还买了一个泡面回来 也是拉莎口味的泡面 没错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想提问一个 就是啊 是只有新加坡的Google map上面 会分楼层去介绍吗 超厉害的 你在那个 你点到那个百货公司里面 它是会出现 百货公司的那个楼层的所有的地标 超厉害的 天使 过了吗 是不是过了 咸蛋黄洋芋片 咸蛋黄洋芋片 没有吃到 没有吃到咸蛋黄洋芋片 但我其实这次 我发现我逛的最多的是水晶 在新加坡 在水晶 我有吃到咖椰吐司 但是 好贵喔 就 对 对 是还不错啦 可是我点的不是最正宗的咖椰吐司 我点的是 法式吐司的那种咖椰吐司 就不是 好像一般的是脆的吗 对我没有点那个口味 因为我们想说就吃这么一次 就点一起吃一份 尝尝味道 我们点的是法式吐司 芝士口味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但就是那样子 就是 对 很特别 然后奶茶也特别 可能就不太习惯吧 但是 有尝过就好了 我们主打一个拆点 点拆会困难吗 不会啊 我都讲中文 可以用华语啊 基本上都是用华语的 雅坤吗 我吃过了 我就是吃雅坤的 还好我有吃到你推荐的 太开心了 有 有打卡成功 雅坤吐司 但我其实以为 你们当地人是吃别队 就是怎么讲 就是不是会有那种 观光 观光客推荐跟当地人推荐 结果你们也是推荐雅坤 逐渐降低中 但我都还是讲 基本上都还是讲中文吧 我有讲英文吗 我有点跟后面的行程搞混 真的假的 太酷了吧 反正就是 新加坡之旅 但有一种 出国了又好像没有出国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中文嘛 然后 路上也很多看到都是 都是华人的面孔 所以 废话 反正就是 这种出国了又好像没出国的感觉 雅坤就像台湾的早餐店 对对对好像是 就是到处都有 不是讲台湾 不是讲台湾 然后呢 我还去了什么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环球影城 是最好玩的 哈哈哈 然后我们还去走了一个小小岛 某一座小岛 某一个小岛 可是我 我原本想要玩那个滑锁的 但是真的走得太累了 就也没有去玩 因为我们有那个代币 所以我们做了两次那个 那个会伸到天空上的球 新加坡的服 是不这样 哦真的 好酷 这就是小小的新加坡之旅 我是觉得饭店也住得还行 然后 整趟旅程也没有很贵 主要都花费在吃的上面 吃的物价会比较 微微偏高一点点吗 我是这么觉得 饭店住在那个 吴巢 吴巢区吗 就是在小印度附近 回来要判我做什么 才没有了 真的没有 因为后面的行程不回来了 我选饭店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在交通方便的地方 变形并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勇哥 哈哈哈哈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好不好 这哪能比啊 不一样的 两三千 新币吗 我有点忘记新币怎么算 我看一下 没有那么贵吧 拜拜 新币跟欧元差不多 哦不是没有差不多 拆了十几块 那我怎么算 哦 欧元是三十四来算 为什么啊 是哦 三千六台 有吗 有那么 因为我们是买机甲酒 所以可能不太久 不太一样 至少一碗金沙吗 没有没有钱呢 我对那个还好 对 但我有跟金沙酒店拍到照 就这样 我看到了呀 就这样 已经足够 踩点踩点 那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第一次带我妈出出来 最后会多多出出来的 哈哈哈 绝对不是想看泳装 诶我这次已经 蛮没有在 就是 就是跟在台湾的穿着差蛮多的 我自己觉得 以后常常吃吗 我主打一个 吃过就好 这是可以的吗 新加坡特产吗 新加坡特产不就是班兰蛋糕吗 我还买了什么 班兰蛋糕跟肉骨茶 我真的只只有 不要再主打了 就是主打一个 就是这样 对去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没有错 有看到漂亮的天空 粉红色的天空 什么什么花脸被中央忽视 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 可以摇我的脚趾头啊 走开啦 这边又是什么啦 我们穴穴可以不要一直摇我的头上 好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这次解锁的第二个国家 维也纳 漂亮 漂亮美丽 是一个很干净 然后很舒适 很惬意的一个国家 我觉得 挑战泳装 我没有要挑战泳装 又没有人陪我游泳 有碰到小丑之类的吗 没有耶 环球影城有小丑吗 你拿我跟维也纳比吗 路边都没有垃圾 可能有小小的吧 我没有什么注意看 但主要就是 就是它的城市的环境 还让人觉得还蛮舒服的 就像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其实走在路上 绿植跟大楼都是融合在一起的耶 还蛮特别的 对我有买摩扎特巧克力 我有买 还没有吃 有没有哈利波特 没有 甚至是连小小兵的那个区块都没有开 是还没有开吗 不知道 挑错时间 虽然没有玩到小小兵 但是有跟小小兵拍照 好 那个巧克力贵桑桑耶 我买了一个 听说是Original版本 就是最原始的版本 那一包 10.99欧 然后 它里面 好像只有10颗还是11颗 一颗要三十几块 我真的是发疯了 唱歌会变好吗 唱歌吗 穆扎特不是唱歌的吗 可能你的音感会变好 然后在新加坡 新加坡 在维也纳买的 这个是杰克的 这个是布拉格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依然还是第一名 它没有被任何人超越 真很漂亮啦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嗯 臭臭的 但是 你知道吗 我这次才发现啊 就是看了维也纳的水质之后 因为我们在维也纳 有去一个地方 就做了什么 哈施塔特湖 然后反正那个地方就是 维也纳光是水质跟环境保护 就做得很好嘛 所以你就会有种 怎么讲 星矿神医的感觉 然后水 它们的湖是 真的很清澈很清澈 甚至你感觉可以直接拿来喝的那种 会不会太夸张 有点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漂浮物 但是就是 对很好的水质 结果呢我们 刚跨过 因为其实维也纳 呃 怎么讲 奥地利跟捷克中间 就是没有隔什么东西 所以 就是直接我们是开车跨国嘛 然后呢 开车开跨国之后 遇到的 捷克的第一个锡 它的锡的颜色是巧克力色的 但是呢 巧克力色 这个 上面 还是有人在 类似泛州 那样的活动 就是那种 独木漂流的那种 我想说 嗯? 是哦 就我们看了可能就会觉得 蛤? 看起来就是 真的它真的是巧克力颜色的 就我不太知道那个水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就是 哦 然后 我们这次有去到一个小镇 就是那个CK小镇 我上次就是CK小镇跟我之前去的那个小镇 在犹豫到底要去哪一个的时候 我去了我上次去的那个 然后这次就刚好 解锁了新的小镇 真的是蛮幸运的 护照签证都要有嘛 直接开车过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人查 应该吧 对啊 也没有人查 超酷的 但是反正反正我觉得捷克还是我最喜欢的国家 目前目前来说 真的很喜欢 然后因为我们获得了一天 呃半天 不对也没有到半天 差不多是两三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我们又再度踏上了那个城堡 我那个城堡已经去第三次了 然后就踏上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拍照 然后 然后就是 再看一次 一样的风景 但是因为我跟之前去的时间都不一样 我之前是 已经快到八点九点才去了 所以差不多就是傍晚看夕阳 看夜景 已经是看夜景了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这次爬 爬到快热死 真的是他们的天气 也是很难捉摸 然后反正我还买了这个 这也是 这是奥地利 这是美景宫里面吗 我想一下 美景宫里面才有那个吻 对吧 对这是美景宫里面的 美全宫是房间吗 美景宫里面的其中一幅画 我也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蛮好看的 对 路灯多吗还是比较漆黑 对 路灯多吗 路灯多啊 就是正常的街道 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 但是我就觉得还蛮符合 我对维言娜的印象 因为他们就是 皇室嘛 然后一直听到什么西西公主啊 然后什么 诶 忘记了 忘记名字了 突然忘记了 我今天还在听它的解说 它叫做 我要来 来重温一下 重温一下 忘记了 它叫做 什么啊 玛丽亚太瑞莎啦 真是的 马丽亚太瑞莎 然后 反正就是一些 我觉得我对他们的建筑的印象就是 第一个就是融入 也是 怎么讲 干干干净净的欧洲建筑 然后 可是他们的主要很常有 金 金的 装饰 就是比较华丽 一点 反正就是我现在也只有两个国家可以比吗 就是 就是布拉格跟 跟维也纳 这两个城市可以去比 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东西 然后 因为 布拉格不是就是主打一个 红 红屋顶吗 对 所以就 跟维也纳的印象还蛮不一样的 维也纳的人真的很chill 的感觉 他们在美景宫 那个美全宫 超级漂亮的宫殿里面 他们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就在里面慢跑什么的 超酷的耶 对 黄金装饰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 用黄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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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镶嵌吗 去包在 对 他们的 雕刻上面 就更有那种 嗯 好华丽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皇冠 虽然 虽然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皇家珍宝馆里面 哎呦 真正的东西 长什么样子 但是就是 留作一个纪念 我也不只买了这些啦 我们还去了那个圣史 圣史蒂芬大教堂 就是该看的都看了 对 依然是该看的都看了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还去了多脑盒 不是 我买能带的皇冠干嘛 在家里耍白痴吗 哈哈 对 反正就是这样子 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张照片 我真的觉得我拍的很好 天哪 我在 我在布拉格的 街头 看到一个花店 然后我还 买了一只花送给我自己 但我其实没有挑到我最喜欢的花的颜色 可是 内树也不错 内枝也不错 我只买了一只 对 我只买了一只花 我只买得起一只 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拍的很好的照片去哪里了 而且这个是我 早上五点起床才有的风景 我真的拍得很好 我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太看得出来它长什么样子 这样子的东西 诶这样看很没有质感诶 这边看很有质感的说 然后我们的房间门口还有神秘黄金花 有人知道神秘黄金花吗 就是 乐佩公主里面的神秘黄金花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是橘 什么橘吗 什么橘吗 对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不知道是什么 很像羽毛球的东西 羽毛球的花 为什么很像羽毛球 知道吗 因为它真的长得很像羽毛球 它是这样子的 人家明明就是穿裙子的话 我讲成人家是羽毛球 然后还有看到小草莓 我拍的小草莓圈 我很想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但是呢 其实住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缺点 就是真的很多虫 因为它们太接近大自然了 我的小草莓勒 在这里 真的是小草莓 超可爱的 怎么拍都是风景帐 怎么都是风景帐 都没自拍 只有 没有自拍 没有自拍 因为在维也纳 没有 跟朋友一起的自由活动 所以就没有自拍到啦 好 布拉格的我 很不符合布拉格的穿着 这次又收获了一张便车罩 但是呢 我原本是想要买一个这个车车回来的 结果我忘记了 就不知道脑子在干嘛 然后这是我买给我自己的玫瑰花 很漂亮吧 很漂亮吧 这个就是小约翰史特老师 这就是小金人 小金人 小金人 还有什么嘞 还吃了一个很好吃的竹乐牌 真的很好吃 但是这个是在斯洛法克 在 为什么今天就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 我看一下斯洛法克的那个都 我们去的那个叫做什么名字呢 斯洛法克的布拉提斯拉瓦 布拉提斯拉瓦 有人知道斯洛法克吗 他就在维也纳的旁边 所以其实我这次去了 也算是蛮多国家的吧 因为我对斯洛法克其实没有太多的听说过 但反正因为我们认识的一个姐姐 她就是斯洛法克人 她就是居住在斯洛法克 所以 所以她就带我们去吃了一件 真的很好吃的竹乐牌 真的很好吃 长这样子的东西 真的很好吃 还有一个我觉得你们如果有去维也纳玩的话 可以推荐给你们吃的东西 就是 叫做 Rip of Vienna Rip? Rip? 应该是Rip Rip of Vienna 也是租了牌 然后 真的很好吃 就是 只去维也纳的 因为她也在维也纳市中心 就是 盛斯蒂芬大教堂附近 就是最著名的那一条街 叫做 格拉本大街 应该是吧 应该是这么解说吧 乱讲一通 反正就是 推荐推荐 叫做Rip of Vienna 旅行家 不是旅行 我是去工作的 哈哈哈 这就不多说了 反正能分享的我都分享完了 就这样 我很高兴我的地图上又多了很多个地标 很多个打卡过的地标 虽然还是有几个未打卡过的地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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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还是有几个未打卡过的地标 算是十一天待在那边 诶 也没有到十一天 十天半 对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啦 你在干嘛了呀 维也纳比新加坡还少聊 我说我喜欢的是布拉格 是布拉格 因为布拉格已经不用多说了 我去的地方都是我之前去过的地方 我没有解锁任何的布拉格新的景点 但我还是很开心 依然还是我的第一名 目前的第一名 因为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也会很喜欢意大利之类的 但是目前的第一名就是布拉格 狗跟鸟 阿嬷没有啊 给我妈 我妈在呢 你为什么要咬我啊小鸟 小鸟 不可以咬我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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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don't care這件事 我上次去 真的是完全沒有在顧 然後是因為這次是 工作 所以就 都有提醒說 東西要收好 說他們其實 多少還是會有這種 一臉看起來就不像有錢 對啊 所以我可能也沒什麼 好偷的 我是覺得治安 算蠻好的 畢竟我晚上也沒有什麼在出去 可能還比較有錢嗎 哇 好會說話喔 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們來念綁吧 可以說好羨慕嗎 別這麼說 別這麼說 一本是什麼 去義大利 我上次說過啊 我有很多想去的地方 真的很多 十個W 沒有 沒有十個W 我這次出去沒有花什麼錢 其實 好了啦 要 要 要下W 我對美洲比較沒興趣嗎 美洲嗎 美洲是美國那邊 對嗎 你是在講那邊 對嗎 我比較 我比較還好 但也想去 因為我想要找 我們 我親戚養的狗 就是我阿姨養的狗 我宜葬養的狗 烏龍 他好像是 拉布拉多混巨型貴賓嗎 應該是吧 不然就很可愛 南美是有多少 還好 巨型拉多 拉的很多 美國 美國的話 我要去跳傘 好可怕 美國的話 要去跳傘 又想好 要去哪裡跳 要去洛杉磯的海邊跳 美國的話還要去哪裡 你為什麼今天一直要跟我打架 不行 你巨高 我又沒有說要帶你去 好難得 他在我的手上 哈哈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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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過來嗎 你不要 那算了 哈囉 沒有啊 他原本是完全不敢在我的手上唄 他連碰都不能碰 哈哈 這樣泡泡你吃醋啊 泡泡吃醋啊 泡泡吃醋啊 嗯 嗯 哈囉 哈囉 唉唷 左邊一隻鳥 右邊一隻鳥 右邊一隻鳥 投訴嗎 如果投訴的話 會有生命危險 會有生命危險 我要來念榜了各位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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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第十名是俊 謝謝俊 謝謝俊 第九名是 建古 謝謝建古 第八名是代代 謝謝代代 第七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你也在念榜嗎 第六名是天佑 謝謝天佑 第五名是櫻桃貓 謝謝櫻桃貓 第四名是黑流星 謝謝黑流星 第三名是Sparky 謝謝Sparky 第二名是伊迪 謝謝伊迪 第一名是秀賢 謝謝秀賢 是小明耶 小明我都要下播了 小明 想投訴的都 會是新旅行照片 會是新加坡 會是新加坡唷 不拉格發完了喔 還沒啊 但是 對 會發新加坡啦 生日禮物想要什麼嗎 義大利來回G票 紅包 哈哈哈哈 看來笑的 真的 我想什麼 紅包 跟國璇 不然我們怎麼當朋友呢 是不是 看看 可愛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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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飽是什麼意思 好飽是什麼形容詞 那麼呢 就送我 布拉格的電車 開玩笑的啦 因為那個我想要自己買 比較有意義 喔 比較有自己紀念的意義 就是那個意義不一樣 怎麼講啦 很難講欸 不會講話而已 你如我 謝謝如我 謝謝餅跟如 會否 再去一次 好 啾啾啾啾啾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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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arent 얘는 好 嗚啾啾啾啾 jij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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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也是下周四嗎? 對! 都是下周四 對!可以!下周四可以 下周四不行 等一下 等一下喔 你們等我一下喔 等一下喔 下周四可以 OK 下周四可以 等一下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 這裡沒有人可以問 這裡沒有人領問文化幣 對不對 我想要買一個 體驗的課 就是體驗的手作 的課程 可是 他 不讓我付款阿 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用 文化 必 折抵 怎麼用 體驗活動 22歲 所以我還可以再領 兩年 是嗎? 我今年幾歲 我今年二十歲 我今年二十歲 這裡都是這裡 對 那不然 嗯 太餓 可以用 不是阿 然後咧 文化 文化必適用體驗 對阿 然後呢 我就 我就是 我就是想要用這個東西去購買 但是 他就是不讓我 用阿 好 都已經十點了啦 都已經十點了啦 到底怎麼用阿 就是 就是說 我在 這個網站裡面 我選了一個我想要的課程 之後 他寫說可以用文化幣折頂 所以呢 你說我要打去店家裡面 可以勾 沒有可以勾的地方 而且他 用網 他只能用網頁 網頁他要跟我說APP可以折兩百塊 那網頁又不能折兩百塊 要花錢就算了 他還不讓我用 不讓我好好的用文化幣 是什麼意思 他跳了 他聽到我在抱怨他了 哇哇哇 水喔 可以折疊了啦 水啊 嘿嘿 哈哈哈哈 健保卡好了 我的健保卡好在哪 不急 我有拍起來 只希望那個頁面不要跳掉就好 好 文化幣金額 我的文化幣金額生多少呢 不可能抗我 因為他到6月30日就到期了 我用好了 可以折疊了 可以折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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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已經處理好了 不好意思 謝謝余婷的幫忙 這樣等於說 我只花了 我只花了119塊 就可以帶我媽去做 手作 等我做完再分享給你們 我的帳戶 然後咧 購買訂單 處理中 這裡 我有買對吧 有啦 有買對 電子賀卡 是幹嘛的 哦 不用這個 哈哈哈哈 太開心了吧 這個是什麼時候咧 哦 當然不是那種手作啊 這是不一樣的手作 我才不會帶我媽去做她會做的手作 我才不會帶我媽去做她會做的手作 這個是Special 是鼠背手的唷 就是看來 手機畫面也是要罵一罵她就會好了 好了 跟大家說掰掰了 泡泡 說掰掰了 說掰掰不是屁股對人家 是說掰掰 會不會說掰掰 掰掰 你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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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多買 你買吧 再見了 哈哈哈哈 掰掰囉 下週四見 掰掰 掰掰 掰掰